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古籍中对苏州城的描述 我们今天还能找到现实的注脚 这就是重修的昌门 日暮时分 西壤的人群穿承而过 这是苏州人日常生活的场景 天门是常子最确切的事意 此外它还一直皇宫的正门 常与另一个古老的汉字和 组合在一起 常态着一段厚重的历史 2500年前 吴子虚为吴王和驴修建的大城 分别有水路城门八座 昌门位居其少 是吴大城中最重要的城门 清朝这个昌字反复出现在 康熙和乾隆的诗文中 与今天层出不穷的细说相比 这或许是他们下江南 最富于文献意义的记录文本之一 清帝下江南 更多的故事发生在苏州 重修过的昌门 仍在两千多年前的位置上 几百年前 初次下江南的康熙 经由城门前的金行大运河 就进入了令他魂牵梦绕的 山唐河 康熙和乾隆 何以对这里情有独钟 并流连忘返呢 昌门是天下第一等 富贵风流的地方 这句话是《红楼梦》当中的话 《红楼梦》开篇第一章就写的 在红尘中 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的昌门 昌不可说 昌门外面 是最对天下最最反寡的地方 叫《翠秀三千楼上下》 黄金百万水溪东 微福四房的经地 在这里获得的或许是 无限春色和诗情雅致 在山唐河的另一端 还有一个去处吸引着他们 那就是 即王器和灵器与一山的虎丘 两位皇帝都是六次下江南 而且都六次必来苏州 而且到了苏州六次都必来虎丘 而六次都必来苏州的虎丘的山唐 从山唐到虎丘 清朝宫廷画家徐扬的 古苏繁华图 以昌门山唐为描绘对象 会馆 商铺 桥梁 寺院 民宅 码头等等 一应俱全 水路并列的街市 从昌门自东向西 一直延伸到虎丘 繁华热闹的景象 一如《红楼梦》中的描写 山唐河与虎丘 是一个怎样的风流富贵之地 疑问如同山唐河边的水像 与庭院一般忧神 在这家名叫德月楼的传菜馆中 厨师们正在忙碌 新鲜的水产和石令的蔬果 被用于制作风味独特的美味 这些美味被称为传菜 面点士们精雕细琢 制作出五颜六色 造型各异的面食 被称为传点 传菜和传点都起源于 明清时的山唐河 这种与水上生活密不可分的美食 独具风味 在当时的山唐街和苏州城 十分流行 流传至今仍然十分红火 山唐街的古老菜品 是徐文高感兴趣的内容之一 目前徐文高正在寻找一本古代的菜谱 据说这本菜谱上所列的菜品 既有数百种之多 现在有一本书叫《同桥已遭落》 记载了山唐有一座菜馆 菜馆里面的菜谱就有两百多种 这是现在的五星级的菜馆 我看也没有这么多吧 菜谱只是徐文高关注历史的方法之一 它被人们称为山唐活地图 数十年来一直执着于对山唐街历史的研究 山唐街在2002年时 曾经过维护和修整 但徐文高相信 这并没有抹掉许多未被发现的历史细节 出山唐街的古桥下 世代相传有一副屈字的古残连 这件事曾经让徐文高十分好奇 后来我想还是第一个望远镜吧 我看了好长时间 终算看清楚了 这个桥林洗的是什么 二四人家营业水 虎丘花坊聚山茶 我对了虎丘两个字 这座真座桥 就是我发现对桥林的地方 当时虎丘两个字是没有的 我是Tater 应该是虎丘 徐文高的推断 使古桥林完整重现于桥下 古桥林的此剧 已描绘出山唐虎丘的地理爱貌 水是当中的灵魂 因水而行的河巷 前门面街 后窗林水 山唐人家和他们的祖辈 已在这里平静地生活了无数个春秋 春雨 下河 秋香 冬雪 被季节精心打扮过的石阶 深像 船影交错的河道 有着梦幻般的意境 山唐节 今天的西壤 来自旅游者们 什么时候 又是谁为苏州 留下这样一片风水宝地 这是每一个 初来山唐的人 最为好奇的事 公元825年的唐代 白居易来到苏州做刺史时 已经54岁 此时 昌门一带还没有 姑苏繁华途中的 那条河道和林河的街市 虎州跟昌门之间如何沟通 历史上不大沟通的 因为都是沼泽地 今天来到苏州的观光客 可以步行或乘船游来 林河的街或街市旁的河 既能直达虎丘山门外 这条街 是北居易造的 山唐街 是北居易来当开手 当市长 他为了要上虎丘山方便 他每个每月一次上虎丘山 那时候就坐船 没有街 他就从舱门造掉街 也在通道虎丘山 骑了一山岛 这幅画描绘了苏州历史上 一项巨大的成建工程 像春秋时期 建河驴大城一番 声势浩大 苏州的城市格局 正被白居易重新规划 雨色沼泽密布的环境 被开挖成一条河道 河泥和麻石被用于筑堤 地岸自东向西 从昌门附近一直延续到虎丘山下 一地建屋 水路并行的街市 渐渐喧嚣嚣起来 有许许多多的商铺 电招 还有呢 叫河里呢 就多是一些画坊 来来往往的 从最繁华的地方出发 到屋中最好玩的地方 虎丘 所以说三堂街就兴旺起来了 苏州以东 直线距离不足一百公里 就是上海 上海 中国最大 最具国际化色彩的工商业城市 与之相比 近在咫尺的苏州 显得温柔 小巧 然而许多人并不了解 本世纪以来的几年中 苏州的综合实力 在中国遥遥领先 成为中国第二大工业基地 那么从明清时候来讲的话 苏州呢 它是全国的一个经济中心 所以它对于周边地区的辐射 影响是非常大 当时的上海被称之为小苏州 当上海没有去起 苏州就是上海 就是一千多年的历史 苏州所以说能够这么强盛 应该说苏州就起到了 现在上海的作用 为什么 通过京航运河 往北可以整个的 北方的中原的中央的 整个朝南 就是马上往江整个的福建 这个地方 而且出海口也就在我们苏州 数百年前 当上海还是个县城时 苏州已成为中国的工商业重镇 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上海开步 并为这座东方大城的行程带来契机 二十九世纪的五十年代的时候 上海的地位仍然没有超过苏州 那么一八六零年 太平军从南京往东进攻 开辟苏夫省根据地 那么打到了占领了苏州 这个时候苏州很多有钱人 都带着自己的家人财长 逃到了上海去 那么这样一来 实际上就相当于釜底抽薪 太平天国战争之前 苏州的人口是一百五十多万 太平天国一打 我们苏州城只有二三十万 而太平天国战争之前 上海人口是四五十万 太平天国一打 他就是一百多万 那此消彼杂 从明代一直持续到晚清时代繁华苏州 形象地体现在画家徐扬的 孤苏繁华图中 此时山唐就是苏州 见了山唐街的人生鼎沸 也就能够想象苏州的繁华了 江南的九月 太湖上的渔民开始忙碌 捕捞的旺季已经到来 烟波浩渺的太湖 孕育着丰富的水产 其中以白鱼 白虾 银鱼等太湖三白 闻名于世 传菜主要的烹制技艺 仍然沿袭着明清之际的传统 对石令狐仙的及时运用 也是传统的重要内容之一 鱼飞吓跳的时节 船只载着新鲜的水产 沿着山唐河 带着太湖 阳城湖的水迹 进入山唐街上的闹市 随即变成食客们餐桌上的 最实现的船菜 然而 船对于山唐 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美味佳肴 孤俗繁华途中 这些形状各异的船只 已表明他们来自中国各地 明清时期 五湖四海的商人 外地的客商到四周来做生意的时候 那么他基本上都选择船门外 为他的主要的选择目标 把店啊 还有那些批发行啊 都开在这个船门外的上唐 山唐街一带 从这张古事意图中 可以找到这些船只的来龙去脉 土中京航大运河穿越浩瀚的太湖 分别在昌门和许树关 与山唐河邂逅 以此为依托 发达的水网贯通南北 融汇江海 据说 无字的字形就源于 无地大小水系交织的地貌形态 远古 无地一片泽果 大海退去 长江入海口 一路往东延伸 形成胡找相间的 网状式冲击平原 卧夜千里 台湖周边密集的水网 洲籍 带来了发达的商业 早在运河开通之前的 汉至两近时期 苏州的商业已经崛起 唐宋之际 随着大运河的开通 中国的经济中心 由中原转移到江南 借助运河与山塘河 到明清之际 苏州成了人愁过阳府 芳闹半长安的繁华之都 苏州的苏字繁体 由草 鱼 河等字组成 这种奇妙的组合 带着地域与历史的 生动背景 鱼米之乡的风俗 是商业经济繁荣的基础 而发达的商业经济 又直观地反映出 苏州地区的负数 2004年12月 在对昌门附近 瓮城的发掘中 考古学家 发现了许多古代的瓷片 和玉石石料 进一步的发掘 人们被眼前的情景震惊了 丝气碎片层出不穷 他们有着各不相同的质地 气形和制作工艺 赋予审美情趣的色泽 与图案活灵活现 这是昌门古遗址上 第一次重大发现 那么像这种瓷器嘛 它就是全国各地的 北方的也有那个定谣的 南方的也有那个浙江龙泉的 还有那个江西 那个叫什么景德镇的 都有很多瓷 它的品种也蛮多的 瓷器的制作时间 从宋代至到清代 如此多的高品质瓷器 沉寂在山塘河附近 是苏州当时商贸发达的见证 也是山塘繁华一时的缩影 徐文高的研究 十分注重实物 山塘街古代的商业经济 也是他关注的重要内容 多年的悉心探寻中 他曾找到过不少古代的悲客 并得以经历当中的一些线索 对于山塘街上的古代会馆 他如数家珍 这个清十十字看起来很威门 以前大门口放了两只十十字 现在非常有气配 特别是会馆门前 它的门楼一般造得非常之高大 一切是当年他们会馆的经济实力的雄厚 现存的大量会馆遗址成为一种重要背景 当年在这些高大的门楼与庭院中 山谷 宾客 络绎不绝 来自南北各地的方言 不绝于耳 古代的诗词 唐伯乎做紫山的诗词 各府 明代许多的明人 悲剧的诗好几首 暴露下来的文化遗产 都在这个山大街 明朝的一个晚上 令人口舌生香的船菜和船点 已在船上摆放整齐 正送往河巷的一头 一路讲声 水中画坊 声歌阵阵 岸边楼台南音鸟鸟 枕合的花窗中 色泽雅裔的苏绣背后 绣女的面孔艳丽至今 许多属于山堂界的故事 一直活到今天 虎丘尼人 捏泥造像者的功夫宛如神迹 红楼梦中 曹雪芹曾用极其细腻的笔调 描述过他 这些灵气十足的尼偶 随时都会将我们 带回到色泽名利的 古代山堂街和苏州城中 古老的昌门 两千多年来历经修复 中国的许多古迹 历朝历代都在改善故修中 正如白居易 1100年前对苏州所做的一切 对山堂街大规模的修复完善工作 始于2002年 某种意义上 这只是对古老脉络的一种疏离 与古老灵魂的一次对话 从未断裂的血脉 带来气韵悠长 没有人怀疑 山堂街仍然保持着 他那典雅的风情与风骨 在这样一个宁静的早晨 朕和人家从门巷中拾起而下 在河水中洗衣的少妇少女 晨雾中零和冥想的老者 一切都刚从昨夜醒来 也可以说是刚从一千年前醒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